這個盧秀燕市長 從他出國前其實都在鋪陳 他從出國前就已經鋪陳他要回來 真的他就鋪陳 你可以看他在出國前一天 他就已經就在講 我在收拾行李準備打包 但星系台中 然後其實這麼長途的飛機 飛去十幾個小時 飛懷十幾個小時 就去了三十個小時 你認為他是在飛機上做好決策 完成決定 然後回頭嗎 才不是 從他出發前就直覺電話飛回來了 現在盧秀燕為什麼在桃園機場 就開記者會 他如果回到了台中開記者會 那是台中市的新聞 地方新聞 對 那叫台中市的新聞 如果在桃園機場開記者會叫什麼 叫做全國性的新聞 很多是台北的記者下去的 或者是桃園駐地 都來採訪說 你看這才叫市長 這個市長又折回 如果他對台中市都有這種感受 他對整個國民黨一定會有責任 所以現在挫的人是誰 是要跟他拼主席的人啊 盧秀燕所有的鋪陳決心一步一步正在走向國民黨中央 你要決定要不要去 對 決定要不要回來 那你決定要去只有一種斷範 你可以很勇敢的決定要去 就是我判斷 包括逢甲大學給台中市政府的氣象團隊 這種建議說 我告訴你絕對不會一級開設 那小平哥說我已經跟人家約了一個多月 半年前都沒好啦 不能取消 你如果這個氣象團隊跟你講說 我告訴你 我跟你們講 台中市不用一級開設 最多二級開設 市長也不用再 副市長再就好了 如果盧秀燕有這個把握 他才應該出 我補一句就好了 對 他可以判斷去不去 對不對 可是盡量約好了不去 市約總是不好 好 約好了這是我這樣 好 就是說你如果 你如果台灣真的發生颱風 就是颱風發生了 有很大的災害 然後你跟對方的市長講說 我們台灣剛好遇到颱風 所以我這個行程我取消 我請我們副市長去 你覺得那個市長會說你言而無信 以後我們斷交嗎 不可能嘛 人家出人有事 今天一樣嘛 我們我們在台灣的市長 遇到別的國家的市長要來訪 他們那個國家發生了什麼 重大的事情 打一通電話傳一個 傳一個email來說 我們沒辦法去 因為我們國家發生什麼事 你說我跟你講 如果當天沒看到你 我們就絕交 不會嘛 這種邏輯都是不 而且盧秀燕講得很清楚 他是去看姐妹室 去參觀微軟 去參觀亞馬遜 去參觀Apple 就是企業參訪 並沒有去約了任何 比較重要的政要 如果你如果約了人家的政要 約了人家的州長 約了人家的這個很大城市的市長 那你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你也可以問對方說 是我去才可以 還是我們副市長去 如果我們副市長去也不好的話 那我就改個時間 或者晚個幾天 因為我們颱風大概禮拜五就走了 我就晚個幾天我們的副市長先去 然後我再去 這個都可以吧 參訪企業沒有那麼重要啦 拜訪姐妹室的市長 那個行政可以調一下 參訪企業市長不一定要去啦 除非你就是什麼都想要去我回來 總部誰要怎麼樣 做一個市長有必要嗎 你是要判斷要不要去 不是判斷要不要回來 所以去不去是決策啦 回不回來是亡羊捕牢的感覺啦 我要講一下 補一分鐘的話 基隆有個安心雅是代言人吧 你今天整單講 稍微如果雨量沒那麼大 以及因為預測 美軍的日本的預測 都有一些偏差 如果是往南一點 或許可以不用回來 因為中央三半夠厚 在中間那一段 而雪山三半北部比較淺 台中受穿比較大 雨量可能比較多 所以他最後 我想千南萬南 綜合判斷 因為他市長在雨量很大 市長在台中市作證的話 還是就比安心雅 安定何省心 他自己的土土 會不會過 都不是到中央三脈去 所以他 我跟你講過 中央三脈的寬跟宅 我也跟你講過三個原因了 所以你要聽一下好不好 我們不針救氣象 但是因為盧秀燕 如果被國民黨視為 是選總統的人的話 那當然大家會希望 他的決斷力可以更好囉 但要請教一下Grace 因為為什麼在最後一刻宣布放颱風假 盧秀燕說 防台寧寬物松 我想寬跟松不是一樣的意思嗎 什麼叫做寧寬物松 重點是 昨天除了台中之外 其他另外還有六個縣市 五個縣市 都放了 都不放颱風假 包括台中 彰化 南投雲林跟嘉義市 跟台東縣 那大家想說很奇怪啦 那嘉義市 你要上班上課 嘉義縣 你不上班上課 還是以後放假 是以縣市的藍綠來判斷呢 我可以跟大家講啦 今天大家以為外面沒有這個風雨 你看我頭髮都知道這個風真的是很大 你確定是因為颱風的關係嗎 非常的嚴重 你頭髮下面是剃掉的還是風吹掉的 風吹上來的 所以重點我要告訴大家 安全帽要拿下來 所以告訴大家 剛剛這個盧市長所說的 對不對 他說這個寬跟松 我覺得他針對的是要不要放假 所以他寧願選擇寬 寧願我選擇放假 也不要讓大家好在路途上 這個受到可能的威脅 我覺得可能是這樣 那說到 剛剛有說到這個嘉義縣跟嘉義市 第一時間的不同調 各位有沒有記得 其實2018年的7月11號 我那天印象超深刻 那個也是難得 這個所謂台北市跟新北不同調 各位有沒有記得 那個時候柯文哲宣布 這個要正常上班上課 但是新北宣布我要放假 結果你知道那天晚上 為什麼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那天在這個宣布前5分鐘 我接到指令 我要發出去 因為那個時候Light是我管的 我要發說 台北市正常上班上課 結果我在冒汗 因為我知道 一定會被罵 一送出去出事 結果你知道那天晚上出了什麼事 這一個一送出去 整個全台灣的Light 當機 那一天晚上不能傳圖片等等 因為整個伺服器全部shut out 為什麼 因為非常多人回應 被灌爆 全部都在罵 對 所以其實我認為 我今天 我昨天看到嘉義線放 嘉義市居然沒放的時候 我心裡想說 天啊 你們到底有沒有這部分的經驗 所以是嘉義市跟嘉義線沒有溝通嗎 還是各縣市首長決定 還是他們沒有這個勇氣呢 還是太有勇氣了呢 我覺得只要顏色不一樣 就容易出現這個狀況 因為很多人想要當這個氣象之神 對不對 那時候台南市 什麼之類的 台南市曾經賴清德 是預言得很準 對 所以就有一點這種感覺 但我要講這個重點 我覺得這很奇怪 就是那個時候 台中 就是八點之後 八點之後 嘉義線那時候是宣布 停止上班上課 但是呢 人家就說 女力 六個女力 很有guts 他們怎麼樣呢 台中 彰化 南投 雲林 嘉義 台東 同時都 沒有要宣布 但是有趣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在八點那一刻 你知道 所有臉書都在刷什麼 你知道嗎 講話好帥 結果你最帥 因為他最早宣布 宣布放假 不是紅神八點嗎 八點 講話 因為他宣布嘛 所以大家就刷一排 好帥好帥 結果你知道 超多人跑去這六位 剛講六位 女力啊 團結在一起的 女力的臉書刷什麼 媽 救命啊 媽 拜託你了 媽 我也是你的孩子啊 怎麼不放假 哇 刷一排耶 結果突然間在11點後 急轉彎 突然間又宣布 陸續宣布 要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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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非常多人在想說 天啊 難道這個時候 你們藍營的六位 女力在八點的時候 還要選擇團結嗎 所以人家就問說 你到底颱風架 你到底是在乎的是科學 還是你要在乎的是 你的政治學 這個很奇怪嘛 結果你突然的急轉彎 大家都證明 你就政治學不及格 也都沒有賺到啊 所以我就認為說 會不會是民粹比較重要 科學不重要 如果網友們沒有刷一排抗議的話 一直喊媽媽救命啊 媽我也要 拜託你疼惜一下我們孩子嘛 如果他們沒有這樣做 你們是不是就不放假 所以我覺得這個邏輯 是非常的奇怪 所以我真的是覺得就是說 國民黨 你不能夠這樣子 就是說突然間 我要演出團結的新聞稿 還出來 這還有這個新聞 團結 結果被灌爆了 這個盧秀燕市長 從他出國前 其實都在鋪陳 他從出國前 就已經鋪陳他要回來 真的 他就鋪陳 你可以看他在出國前一天 他就已經就在講 我在收拾行李準備打包 但星系台中 然後其實這麼長途的飛機 飛去十幾個小時 飛懷十幾個小時 就去了三十個小時 你認為他是在飛機上 做好決策完成決定 然後回頭嗎 才不是 從他出發前 就決定要飛回來了 那幹嘛做出去 要浪費四十萬的機票錢 不然怎麼會 累積里程 對 商務艙搭包 不是耶 美國一趟很遠 又不是台灣到澎湖 要搭飛機 如果他不這樣子做 請問如何展現他對於 他的市政的投入 這是故意的 你看他的臉書 看他的臉書 他回來了臉書 大概有八千多則留言 兩萬多人按讚 前面只要是 國民黨的政治人物 一片讚賞 我念給今天給你聽 這是楊瓊英偉也說 好強的市長媽媽 林家欣說 辛苦的市長 很強的決斷力 謝謝領導大家 一起守護台灣 楊偉翔說 新系台中媽媽市長辛苦了 翁曉玲也說 盧市長辛苦等等 羅庭偉反正都是稱讚一片 再往後刷 我告訴你就是台中市民 罵爆了 如果你回來是為了宣布 繼續上班上課 你就不要回來了 那後面還講說 媽媽不要白叫 我的孩子明天還要上學 希望盧市長你回來以後 上班的時候騎機車上班 不要給我坐車 後面絕大部分都在罵 很分兩塊 台中市民跟國民黨的一些 國民黨的從政投人 一片稱讚 普天同慶 叫好讚賠 後面台中市民罵聲一片 都是說你回來 是為了宣布繼續上班上課嗎 罵爆了 那你想想看 盧秀燕是一個對於新聞敏感度 非常高的市長 他能不理這些人嗎 趕快轉彎啊 趕快轉彎啊 所以立刻轉彎 帶領了南投 彰化 雲林 嘉義 台東 台東都跟進了 如果他一個人改 那就變成風向球 全部一起改叫團結 你看這個風向改得多漂亮 一個人改叫猶豫不決 後面帶著五個人一起改 叫做團結 多漂亮 但是我告訴大家 剛才小平議員講說 他要可能是國民黨 2028的總統候選人 我告訴你 我可以確定 他是2025年 國民黨的主席候選人 你想想看 已經確定了嗎 不是一直說 他沒有心在這個位置上嗎 他跟王金平見面 就很清楚了 所以他在那邊留言 那個朱一輪可能會不開心 那麼多人去那邊挺 盧秀燕 現在盧秀燕 為什麼在這個桃園機場 就開記者會 他如果回到了台中 開記者會 那是台中市的新聞 地方新聞 對 那叫台中市的新聞 如果在桃園機場看記者會叫什麼 叫做全國性的新聞 很多是台北的記者下去的 或者是桃園駐地 都來採訪說 你看 這才叫市長 這個市長又折迴 如果他對台中市都有這種感受 他對整個國民黨 一定會有責任 所以現在挫的人是誰 是要跟他拼普及的人 盧秀燕 所有的鋪陳 決心 一步一步 正在走向 國民黨中央 新開 팔 同時 他們沒有負責任 我 要 intermittent